他的胸圍 如果我看的沒錯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開了兩彈了 一定要說一次 上次跟上上次 開了兩彈了嘛 所以今天呢我們要開第四彈 大家會不會看到我們開到一百彈 應該不會到一百彈 然後我給各位看一下這一彈有誰 這一彈有A最喜歡的角色 奧茲曼迪亞斯 然後還有尼托便慶 牛肉丸以及尼露 我覺得這次角色都是人氣還蠻高的 上一次跟上上次的頂章角色都是 奧茲曼迪亞斯 這次如果有的話我覺得應該會不一樣 奧茲曼迪亞斯搞不好抽到重複的重色 奧茲有可能 你是不是欠我幹 直接來撥囉嗦 欸這一張是指到第三彈的 接下來要靠我們正直 接下來就靠我們自己的理解了 對指到第三彈 我們一個一個 怎麼了小安 我這邊有一個觀眾送我的 這是第五彈的隱藏角色 也是小安 所以說第四彈跟第五彈的隱藏角色也是一樣的 他可能是兩彈的隱藏角色是一樣的 可能是二二二二都是一樣的 或者是隱藏角色可能有十隻 然後就這十隻放在一個 分在不同彈這樣 那也有可能 既然抽到小安 看卡片跟你的一不一樣 我自己看一下我那隻的技能我是看不懂的 這個可能要請日文比較好人的 雨根啊或者是直接問店家 對 怎樣怎樣怎樣 我有欸 對啊你有便慶欸 喔 別送我的 我送你的 你送我的 我有一次有 就是黑的這個給你這樣 欸不對 我之前送你的好像是別的 是不是有一次你開個FGO福袋給的 對對對FGO福袋裡面有送兩隻角色 給各位看一下便慶 便 便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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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對 他身上的配件其實也蠻多的 他肌肉的青筋竟然有做出來 做得還蠻不錯的 真的是越後面的代數可能做得越好 再來另外一隻是 小黑 小安 小安小安 我現在叫他小黑 小安的臉感覺有點快快點 不知道是不是我錯覺 遊戲中的那種感覺沒有做出來 可是其他的部分就是小安的風格 他的底褲我們就 痾 算了不要看好了 保持一點神秘感 這個技能跟我觀眾送我們一樣 只是這個技能寫的比較複雜一點 我可能要花一點時間研究 便慶這一張的話是 消耗兩cost 可以把敵人的一張常駐技能去除 很好用 果然有消除技能的 有有有有 對對對 所以他是消除技能的技能 再來下一隻 歐茲曼迪拉斯 不是 是尼路 尼路竟然有副中技 副中技可以收集一套 真的 那我收集一套可以幹嘛 有可能可以拍個影片 可以很重 我拿去包場交換禮物送給大家 哇 你真的是人太好了吧 謝謝大家這麼說我 大家拿到禮物當下已經會很開心 真的 喔尼路就還蠻好看的 而且我們這次去FGO的二週年的活動 現場有展小型尼路的巨線寶具的場景 就我們這張座子這麼大 這張座子大 還蠻酷的 想要收一個在家裡 所以有點想 唉唷 尼路 給各位看我現在遇到的問題 他這根真的是有點 差不太進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做的沒有很符合 然後我們看一下底庫白色 正常正常 你看這樣小巧的感覺很可愛 表情都有做的蠻到位的 只是頭髮的 人家分界線的話 可能會有點 渣渣 感覺還好 會有一些凸起來的塑膠 可是不仔細看的話看不出來 唉 後面這邊有點掉色 可惜 好 我們把它裝上去 好了好了 把它裝上去 有了 這樣看起來還不錯 這張技能是 牛肉丸的嗎 把牌組上的一張卡 氣質 接下來補抽一張牌 接下來這一回合 你可以多使用一次技能 是COMBO技欸 大概是這樣 好像還不錯 好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牛肉丸 我們上一集 配真他們可能 劍會有點凹凹的 可是牛肉丸就沒有 配件都還不錯 喔 從側邊看感覺很 可以看到他的側褲 可以看到他的側褲 很棒 現在看一看他真的穿的蠻少的 我跟你們講 穿的越少防禦越怎樣 高 越高 難怪感覺 那麼少coast 會coast牛肉丸 真的穿蠻少的 而且他配件很容易露 但是我覺得 他的牛肉丸做得蠻穿深的 還不錯 您遇到什麼問題了嗎 竟然有點複雜 這個真的要問人 我看不太懂 OK 一路跳過 最後一盒 誰開到奧茲曼迪雅斯呢 一定是 一定是我 喔 欸 你開到的是什麼 尼托 剩下的就是尼托 幹 哇好小喔 又有更小的負重器 這有什麼毛病欸 我無法猜測是哪一隻 真的無法猜測欸 官方我真的搞不懂你 官方在做其他東西的時候 可能不會那麼精細 對這個時候特別的精細啊 好用心啊 我感受到了官方的用心 之前都沒有想到過 技能要三張一起賣比較好 所以會先想到 怕人家猜這是什麼 卡片 我們加一點運送進去好了 對 我們要保持平衡嘛對不對 在這方面做的特別好 真的是好棒 在難抽這一方面 做的非常的好 FGO本身就要抽卡了 滿桌有好 我還要用抽的啊 對 真棒 哇奧斯曼迪雅斯好有view喔 不愧是人氣久 欸你的奧斯曼迪雅斯拉幾啊 12 哇 是拉12欸 謝謝 是拉2欸 有一隻在倉庫裡面守的 不錯不錯 負責管理那些走火 那任務蠻重要的 我抽到的這一張是 一技埃及魔術A 他的這個技能是 要消耗5NP非常的高 目前我們抽到的應該是 這張是消耗最多的 然後就是你自己的回合 用彌陀去戰鬥的時候 真的很 條件很嚴苛 其中他brave chain之後 比完分數之後 敵人直接消滅 應該是不論勝敗 而且他是要在自己的回合 所以等於說 這遊戲要自竄的話 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防守面 敵人打你 你就是跟FGO一樣 三張牌放下去就自竄了 你是攻擊方的話 這個遊戲 因為他有移動嘛 移動的話你要出一張 這個角色的牌 所以你等於說要 四張這個角色的牌 三次 譬如說我用尼托克利斯 往前走去進攻 然後你就要先丟一張牌 你要進攻 一定要丟一張牌 才能往前走進攻 沒錯 所以你要先丟一張尼托克利斯的牌 接下來你手上還要再有三張 尼托克利斯的牌 所以防禦也可以是不是 沒有 只有進攻 所以他的條件非常嚴苛 蠻嚴苛的 消耗5MP然後又要是尼托克利斯的 機率極確蠻低的 真的有點難用 是當作一個王牌 這邊的話就給各位看一下 尼托跟奧特曼迪亞斯他們的模型 這樣看下來的話其實 不愧是人氣角 真的做的有特別好 你們看他的臉其實做的蠻傳神的 他有個缺點是他的拐杖蠻難裝的 因為他沒辦法卡住 是這樣稍微卡住才能 不會掉下來 不然很容易掉 然後他這個凹槽其實 剛剛有點掉漆 沒有很好 可是其他的部分的話 做的還蠻不錯的 有奧特曼迪亞斯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尼托 我覺得 他的這個 這個已經歪掉了 原來他是可以 還是整隻手臂 還是整隻手臂啊 可是有點駝背 所以會有點看不到他的臉 其他部分做的蠻好的 他不是尼托靈技最後的時候 他的胸圍 如果我看的沒錯的話 還行啦還不錯 兩隻都不錯 然後他的技能是什麼 奧茲曼的 簡單來說就是 自己的回合時 全體攻擊一加一 非常單純 這樣其實還蠻帥的拍起來 而且我發現 便慶跟牛肉丸是有關係的 然後尼托跟奧茲曼也是有關係的 然後剩下兩個就沒關係了 對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FGOD的開箱 我覺得奧茲曼底亞是他的蠻標準的 拉爾蠻標準的 拉爾蠻標準的 不過拉爾的牌是強的 他的配卡是53343 有一張是5 其他人的話 尼路人很可惜 看不太懂 之後再研究一下 不過尼托很好耶 尼托他是有三張四 而且尼托的技能 我覺得啦 條件有點嚴苛 嚴苛但是 如果有的話 是可以當作必勝的 其他人都平均平均 小安也看不到 小安也看不到 之後再研究一下 OK好 那希望各位喜歡今天的開箱 那如果各位觀眾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記得點喜歡 那可以追蹤我們哪個Feed 按照我的朋友 追蹤我們Instagram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你看你連拍三部之後 就越講越隨便了 各位觀眾如果你們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按個 XXX